朋友们,今天是我变成小洋人的第四天了 那么今天呢,还是有一些怕冷,发烧,低烧,低烧,声音,嘶哑,咳嗽,咳嗽,黄龙胎 其实算起来的话,我已经有五天没有洗过澡了 关于这个洋人,小洋人到底能不能洗澡这个话题 那么目前对于现在的情况以及我们医生给的建议就是 洋了以后最好是不要洗澡 本身我们人体在生病阶段就比较虚弱 洗澡呢,不仅会耗费我们很多的体力 那如果室内温度不一致,忽冷忽热 人体再一次受凉,病情呢,就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 同时洗完澡,我们人体的血液循环会加快 同时也会消耗我们体内的能量和身体的水分 那么身体机能和免疫能力的也会变弱 所以在病情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呢 我们尽可能的是不要洗澡 那么感染新冠病毒期间 我们会出现像发烧咳嗽啊咳痰等一些症状 也会出现胃寒 虽然洗澡以后会个人感觉会比较舒服 但是在免疫力还没有提升上来的时候呢 病情就会加重,导致自己的身体更不舒服 这样的话是得不偿失的 如果确实是因为出虚汗导致局部不舒服 我们可以用毛巾来擦拭 避免全身的淋浴而导致病程的延长 如果因为发烧出汗而把衣服都湿透了 可以换干燥干净的衣服 这样呢会让自己更加舒服一点 洗澡还是要等到完全恢复以后再说 我是徐医生 关注我了解更多 健康小知识